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学术界的先进朋友大家好 个人很荣幸得到严老师的邀请 跟着他最近出版的大作《学术图围》一起来反思五四 刚收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书名取得相当特别 因为相较于严老师之前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 在书名上都有比较明确的限定 例如六朝文学、例如李桑影师、例如中国古典文学 例如中国古典美学或文学批评戏论等等 所以相较之下 现在这本《学术图围》它直标学术 或者说在副标题上面说是中国人文学术 当然范围是更大的了 因此它是特别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够预想严老师的论述 应当是思考到它能够全体的去适用于 或是说提供我们进一步去反思整体的人文学术的意义 五四距今大概是101年前 不算太久 可是却实际上是累积了好几个世代 好几个世代以来 我们常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带着五四文人所建立起来的知识型 以他们作为中介去看待文学或思想许多层面的特殊议题 这显示五四是成功的 不但在当时掀起了现代化的思潮 而且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但无论我们是不是认同五四 我们都必须去寻查 这个知识型是基于什么样的预设 采取什么方法而建立起来的 它的效用 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因此五四虽然有重要的意义 但它的知识型经由反思 经由批判之后 却未必是无懈可及的 因此转向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颜老师之前所出版的反思批判与转向 可以说是今天这本学术图围的前奏 实际上就特定的学术议题而言 颜老师近二三十年来所进行的 笔心观念史的研究 后来集结为诗笔心细论 已经在前几年出版了 当然也可以视为是转向之后的 具体成果的展示 因此颜老师对于五四的反思 当然不只是纸上谈兵的殊胜之见 如果借用龚鹏先生 序中贴切的比喻 根本是以雷霆重炮 去攻下一座一座的学术层次 这本学术图为扣除序文 包括龚老师 胡小民先生或颜老师的秩序 总共收有十篇 颜老师的论文或演讲稿 第一篇谈中国人文学术如何现代 如何当代 我想他除了谈到了五四 所带来的几个谜币之外 那自然也可以视为是全书的总纲 第二篇抒情传统反思之后 第三篇华人文化旷野里的围观 都涉及到对于抒情传统论的反思问题 第四篇谈儒系诗学的体用观 触及政教与文学的辩证性思考 以上是文学的部分 第五篇汉代经学的两种前世典范 则转向了经学 那这大概可以呼应书名说是学术 说是人文学 而不限定于他是哪个作家 哪个作品 或是只限定于文学而已 第六篇谈典范模型 第七篇谈汉代拟骚的问题 这涉及到古代文学史观 以及模拟意义的讨论 第八篇谈文心的二重性 第九篇涉及文体学的议题 或许我们不妨视为雕龙 而能够跟文心 构成文心雕龙互相回应 第十篇谈内造建构 与其说是总结 也难更是颜老师的学术自传 因此在反思批判而进行转向之后 林老师说向五四诸君子致敬 确实他仔细的体会了 五四文人的知识形 看起来好像是要颠覆 是造反 但这不正是呼应了 五四文人当初 酣畅淋漓的精神吗 所以这本学术图围的议题 虽然丰富 虽然多元 其实不但有共通的反思五四的精神 他的各篇首尾呼应 也令人目不暇击 所以严老师曾经在最近的来信里面 很贴心的建议 假如录影时间有限 那我们可以先阅读书里面的部分篇章 名其大体就可以了 但相信很多诗友在阅读这本大作的时候 其实是会迫不及待全部读完的 在严老师的反思里面 不断的出现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历史语境 对应到我个人目前所关注的 明代复古派诗学的研究来看 这其实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问题意识的起点 因为明清以来 明代的复古派 常被贴上模拟的负面的标签 而这其实也正是五四时期 大行其道的既定的观念 所以所谓的前后妻子 在五四文人眼中 变成毫无长进 但失抄袭的妖魔 妖魔这个说法是陈独秀的说法 那在前几年 我个人跟班上学生的闲聊里面 那学生说前后妻子 缺乏真情实感 缺乏创造性 他们有的这样一个印象 也仿佛是尝试一般的 狼狼上口 如果回到就五四文人的一个 语境来说的话 当时周作人也把复古跟模仿联系起来 然后进一步的加以价值判断 说他们是假古董 那因此模仿是必须被打倒的 连带着复古也是必须被扬弃的 这种观点或印象 那我想并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如果我们实际的去阅读 所谓的前后妻子 或是复古派的诗文创作 我们当然也可以去找到 他有好多的作品 的确是有模仿的痕迹 甚至是他模仿的可能不尽人意 乃至于复古派自己的社群内部 就会针对他们 例如李沐阳 李潘龙等等的复古派的 去这样的模仿的作品 去进行优劣良语等等的一个评价 所以复古派跟模仿的关系 就创作实践的层面来说 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可是当我们如果只是秉持着上述的印象 那上述的观点 可能就是忽略了复古派 所处在的历史语境了 所以历史语境的说法 不但是颜老师在他的大作里面 那不断的强调的一个重点 实际上可能也可以让我们在研究 明代复古派的时候 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的起点 也就是说难道今天大学生 普通大学生都知道的 作诗作文需要有真情实感 需要有展现自己的独创性 那今天的大学生都知道 而明代的复古派诗人 当代的那些一流的大作家 他们偏偏不知道吗 我想这是很难想象 而且是背离事实的 当我们以目前的自身的 所认为的标准 例如真情 例如创造 去看待 甚至去忽现 去律定古代的文人 以及他们的作品 例如复古派 以及他的 那个所谓的模拟之作的时候 可能我们着重的是 自己的观点如何表达 以及如何投射到古人身上 而可能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相对忽略的 在复古派的思考里面 可能是具有多重性的 辩证性的 他们当然强调真情 他们强调创造 可是在真情 在创造 在可能近视于 我们今天有的观点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会有另外一种的 辩证性思考 因此 在他们当时的历史语境里面 为什么坚持模拟 别人都批判他模拟 他们自己也注意到 他们自己有模拟的问题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在这样一个语境里面 他们为什么仍然继续模拟呢 他们为什么不像公安派 不像静灵派 不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 毅然决然的去洋气 至少是在观念上洋气模拟呢 所以在当他们的历史语境里面 他们的坚持到底是什么 这是值得爬梳的 如果回应到刚刚周作人 刚刚所说的周作人 把复古跟模仿联系起来 并且加以假古董之类的 秉逸性的价值判断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必须进一步的 循着复古派所留下来的诗论 或者说诗学实践的一个史料 进一步去思考 你谷跟血谷有什么样的分野 那这是值得进一步的去探讨的 我想这些讨论的深层 那涉及好多个层面的辨证性的思考 例如在作者的成位而言 它可能涉及到遵循传统 与自我创造之间的辨证性的问题 在宇宙的成位而言 诗人如何跟自然万象发生关系 我想这大概会涉及到 到底我们是要透过 前代经典之作的眼光 帮助我们去更好的 更丰富的去理解这个大千世界 因此它涉及到 到底是我们是必须一棒经典 还是自然的存有我们个人的心感 有物色的心感 那去与自然发生关系 换言之在一棒经典 与物色心发 物色心感之间的辨证性议题 这当然也是值得观察的点 在作品的成位而言 有关诗歌的审美意义 它涉及文体形构 审美经验之间的辨证性问题 如果说就读者 或者说批评者的成位而言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 最具体的一个问题 那无非就是 你如何去评价一首诗的优劣 林老师说 有艺术性评价 有社会功能性评价 有文学史性评价 那例如汉代的李骚 他的文学史性评价 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林老师所说的 这三种评价之间 并不是三选一 他彼此之间仍然是互设的 只是要看我们在讨论的 这个议题里面 哪一种评价是比较属于焦点位置 而其他是属于比较支援状况的 那从林老师所提示的 这三种评价的类型 或是评价的层次来说的话 那对照到复古派的模拟之作 那么他们的作品 作为学师或是学习的必要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面 或许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种 学习型的评价 那也就是将一首诗放在 这个创作者的学习历程里面 来评估他的阶段性的价值 模拟这件事情虽然自古就有 但是把模拟这件事情 放在学习的意义上来体认 并且有大量的作品产出 更重要的是 并且引发了从明代一直到今天 许多的争议 我想这是复古派一再讨论 一再实践的重点 也是复古派相当重要的特色 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持着 那当然并没有错 但是可能不够的 例如诗应当表达真情实感 诗不应当模拟 应当独创的这一个眼光 去看待去律定 复古派的作品的时候 恐怕这只是片面之间 而会忽略的 复古派对于作者 对于宇宙 对于作品 乃至于对于读者 可能都有多方面的 辩证性的思考 颜老师的书里面说 很多五四之事情 影响下的经典 重要的学术著作 例如王孟欧老师的 文学概论 是很多学者 从小读到大的 其实颜老师的著作 也是许多当代的青年学者 从小读到大的 颜老师长年以来 功成略地 破而后立 同之金针度人 无非是印证了他 来信和书中 一再呼吁的 反思五四 推进学术 有赖众志 方能成成 因此我以上的说法 一方面是从旁印证 发挥颜老师的观点 也是向颜老师 致敬和致谢 请大家不吝止教 谢谢大家